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林永老师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参观一下美国大学的食堂 先看一下冰箱里还有什么 气水都没有了 牛奶 豆奶要拿一些 OK 背书包 换鞋子 戴口罩 OK 出发 刚出门就发现校园卡 无计带了 真的不是跑回来拿钥匙 就是拿口罩 就是拿校园卡 这次真的出发了 今天早上其实我醒的时候还有太阳呢 但是这会是阴天 现在美国对戴口罩的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 尤其是大学里面 像我们学校是严格要求每一个学生在学校 除非你在吃饭吧 要么你就得戴口罩 然后要严格的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其实我发现戴口罩还有个好处就是 陆视频替我安全感 不然我做老师非常的 self-conscious 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 所以戴着口罩的话 就会觉得自然很多 到了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大门 是一个侧门 也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门 老远看到我 车就停下来了 我觉得这里的司机都最好 非常的礼让行人 五位学校叫Vessar 中文翻译的话 可以是凡萨或者是瓦萨学院 这里说Vessar campus is currently close to visitors due to COVID-19 一般美式的校园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但是自从COVID-19以后 整个campus就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了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边很多policy 都是靠大家自觉 因为你看吧 就即便他们说不准学生出去 不准外面的人进来 其实门口都是没有guard叫什么 没有没有守卫或者没有开门的人 所以如果真的碰到那种不守规矩的人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边就是 很多东西是纯靠自觉 听到树叶落下来的声音了吗 孩子到了 刚刚碰到了住在学校里的一户人家 然后他们的女儿非常开心的 就跟我打招呼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们 但是美国这边人就蛮可爱的 陌生人之间经常打招呼 但是他的爸爸看到我拿手机在录像 就提醒他的女儿说 人家在忙 你不要去打扰人家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食堂 好 这间是食堂了 啊 有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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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了 豆腐 豆腐 其实这个station是我刚来的时候最喜欢的 就都是一些fast food 这边是real station 然后这边是可以拿sandwich 之类的 然后这边叫Oasis 中间有的豆腐 就是bomers cereal 就是一些水果饮料 然后大家可以随便拿 这边就是可以拿些serial之类的 天呐 不开了吗 是因为我来太晚了吗 还是就没有开呢 然后墙上这个朋友的意思 就特别像哈利波特里面的Hogwarts 它这个里面有不同的house 都是根据大家的宿舍来认的 就是有noise cushion 然后那两个位置有什么 Davidson Greemond Strong 我要拿个水 吃一些便宜料 今天还有水果杯 这个平时一般拿不到 因为非常的powerful 拿两个杯 再拿几个床子 香蕉感觉 马回家做得马上吃了 沙拉我不是很喜欢吃 拿几点饮料 啊 这些suit炒到这边了 请我来看看 一张鲜 吃辣椒 一张鲜 吃辣椒 一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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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辣椒 什么是这些 鲜 哦 这些是鲜 可以吃辣椒吗 可以吃辣椒吗 谢谢 你很可怕 你先吃吧 是站在门开呢? 你来看吧 我愿意给你夹点一些 我会给你夹特别吃吧 你夹特别吃吧 我会给你夹特别吃 我对你夹特别吃吧 我们夹特别吃吧 好 没问题 谢谢 通常情况下这个station是一直都会有薯条的 你知道随时过来拿就可以了 但是他刚刚说因为学生都回家了 所以现在是Go In By Order 就是有人来点的时候他们才炸一点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还下了场小雨 不过自从来美国之后我就发现 我养成了充满歪打散的习惯 就是以前的话 可能就穿一件这样 材质比较防水的衣服也都出来了 那边的天倒是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Vessor是哪一年建校的 应该是1899年 反正是一个挺古老的学校 所以这儿的建筑都比较有历史感 其实我就非常懒 我来Vessor已经一个学期了 但是感觉并不是学校的所有地方都去过 就基本上就是食堂 补书馆 办公室 就是自己会上课 工作 需要去的一些地方去了 其他的吧就是也没有好好逛一下 东西还是很好 我觉得总体上讲我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 就是要宅在家里也可以 要出去玩也可以 但是就每次出来一趟的话 你看我这个路上其实也没有刻意安排什么 但是就碰到的一些陌生人啊 学校的工作人员啊 大家互相打一下招呼 就是让人感觉还挺开心挺温暖的 我现在有点后悔 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想起来做视频这件事 因为前一段时间秋天的时候 这里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不过冬天下雪了 我肯定可以带大家出来看一下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学校的食堂呢 不算特别好吃 就是如果你不会做饭的话 反正是可以满足你基本的生存需求吧 不过话我说回来 如果不会做饭的话 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了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的 没得挑 一般会做饭的话 像我我就大多数时候还是更愿意自己在家里做 然后去食堂呢 就是偶尔去进品货 像拿一些瓶装水啊 可乐啊 汽水啊 零食水果这些 而且学校食堂的菜都比较稀释 就是都不要说中餐 就看到Asian food都比较少 所以其实也不是吃的特别习惯 就是偶尔吃水还行 但是我会想到天天吃的那种 到家了哟 天哪 一包加一袋东西 真的好吃 我就是不常去食堂 但是一去就耗一大堆 现在来家的 喘上气了都 大家看一下就是 但是我到底捞了多少东西回来 难怪会上气不见下气的嘛 而且水真的很重 英语里有一个词叫做Hord H-O-A-R-D 叫Hord 意思就是囤 咱们囤东西的那个囤 所以Hord就是很喜欢囤东西的人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有成为一个Hord的简直 特别是当这些东西都不要钱的时候 因为我们学校是提供Room and Board 也就是免食宿 所以我住的地方是免费的 然后可以去学校食堂免费的吃东西 所以吧 虽然就是不好吃 不过也没啥好抱怨 反正也不要钱 好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给我一个 转评赞是吗 三连 其实我蛮想把This is America 就是这就是美国做成一个系列 就像今天这样 大家跟着我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然后看一看真实的美国社会 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OK 我们下次见